有鉴于Delta病一株传播力高 而且已经蔓延到了全球许多个国家 指挥中心宣布 即日起旅客如果从重点高风险的7个国家入境 一律都要入住集中检疫所14天 而台北市府也公告 从6月22号起 居家检疫和隔离期满前两天的民众 必须要进行公费PCR裁减 Delta病毒来势汹汹 不但传染力强 而且在全球许多国家都已经有扩散的迹象 台湾也全面提升入境人员检疫措施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7号宣布 即日起如果旅客从重点高风险国家 包括巴西、印度、英国、秘鲁、以色列、印尼 还有孟加拉入境 都需要入住集中检疫所 那现在大家所提出来的 其实都有在我们的考虑之内 那但是我们现在就先做 从7国里面的进来跟居家检疫 就是在检疫完成之后都会做裁减 那其他的一个国家 我们就在检疫完成之后做裁减 从高风险国家入境的民众 也需配合入住时和检疫期满 进行PCR检测 旅客不用支付检疫所及裁减费用 其他国家旅客入境 则是需要入住防疫旅馆或自费 入住集中检疫所14天 同样都不得在家中检疫 并在居家检疫期满前 配合进行PCR检测 而台北市府也宣布 从6月22号起 民众居家隔离及检疫期满前两天 需要进行公费PCR检检 如果检检结果是阴性 可以解除隔离 如果是阳性 则视为新确诊者 另外对于台北有两位市民 曾经和疑似感染 Delta变种病毒的方疗确诊者接触 台北市府表示 两人PCR结果预计在28后公布 记者珠峰柱齐称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继续